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各位早晨 来到5月16日星期四 欢迎收看今天的ET开始直击 我是Irene和阿姨 今早有利达首席投资及ESG丘利斯王耀中Andy 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晨Andy 早晨 大家好 大家在等待港股市况会如何 先说昨晚美股 因为通胀降了温 所以三大指数 美股都创了新高 看看能否带动港股 今天假期后的气氛 以及看着 就是关注着腾讯 你业绩之后的表现 当然 稍后就会问问Andy 怎样看 现在最新市况 意思就是两份重点业绩 放榜之后又怎样看 大家有什么个别股票言 都欢迎Whatsapp 留言给我们 电话就是96133819 或者可以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下你的名字 和想问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表现 美国减息预期升温 美股再度冲上高峰 三大指数 齐齐创即市和收市新高 道指高建39,935点 最多升376点 标指高建5,311点 最多升1.2% 纳指连续第二日破顶 高建16,749点 最多升1.4% 美股已接近全日高位收市 道指收报39,908点 升349点 标指收报5,308点 升61点 纳指收报16,742点 升231点 美国4月份CPI数据 按月和按年的数字 都显示通胀放缓 加上零售销售数据低过市场预期 提振联储局的减息预期 20万美场债息跌至4.33的水平 创近一个月低位 而利率调期显示 交易员压住 联储局9月减息的机会超过八成 美股跌了大约0.7%至104.3的水平 日元曾经秋升大约1% 金价最多升超过1% 招点美股 NVIDIA升超过3% META升大约2% 苹果Google升超过1% Tesla就逆市跌2% 而迷因股连续两日爆升后大幅回吐 GameStop和AMC跌大约1.9%和2% 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麦腾讯业绩之后在外围做好 截算收报403.08% 比起港股 星期二收市高5.6% 阿里巴巴美股 星期二跌6% 星期三虽然反弹了1.9% 还未能够修复失地 比本港收市 累跌大约4% 截算报79.07% 网易和百度跌大约1% 京东和美团升超过1% 而汇丰控股ADR 截算报69.93% 比本港收市价升1.4% 友方比本港收市升1.4% 港交所也升超过1% 接着看看今早做外围市况 美股期货方面还继续做好 导致期货40,105点 升66点 亚太区股市方面 普遍都跟着美股的升势 日本股市升0.4% 日经平均指数38,592点 升206点 而南韩市升1.4% 澳门市升幅大约1% 至于恒指黑期也做好 升179点 升幅大约1% 先和Andy谈谈谈外围最新市况 大家也知道近期 就业数据开始出来 大家的减资预期又升温了些 最新昨晚出了美国的通胀数据 美国4月份的CPI按年升幅 放缓到3.4% 符合预期 按月的升幅放缓到0.3% 三周低过市场原先预期的0.4% 再重要一点的核心CPI 按年升幅放缓到3.6% 符合预期之余 并且这个数据下调到三年来最低 就是增长的部分 其实前天联储局主席鲍威尔也有说过 其实还需要多一季时间 去评估经济活动和数据 无论如何 可能他们都先知道通胀数据 新经济数据没有惊吓 所以减息的预期突然间又再转一步回暖 现在市场最新估计 就是今年底前会减两次息 现在最新估计可能九月会开始减息 所以整体的投资气氛继续向好 想问纳美股现在是否继续都是破顶的格局 以及现在重新来过的减息预期 又再推升了多久呢 先回答了CPI的情况 因为当中的数据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位置 就是大家看到核心通胀 而核心通胀里面 其实就是之前大家觉得黏度最高 都关于可能楼宇或者租务市场上面站得很硬 那现在终于有些放缓 这一件事是令到其实市场 为什么昨晚这么兴奋呢 这是其中一个比较大的因素来的 你说当中 CPI的3.6 那些 其实正如几个月前 因为那时候已经说了通胀会反弹 而区间应该大概 就是3.2到大概 应该不会去到4附近的 那你见到过去几个月就是这个情况 那所以大家应该就会开始 如果用一个区间 就是好像我们之前那样的想法 其实大家应该就会觉得 最少这一波的通胀反弹可能完结了 再加上刚才说的核心通胀 那么重要的数据都回落 那见到昨晚是立即 美债息 就是十年期债息 立即回了下去 就是破了一些上升轨 是的 就是大概 还有加上那个就是美回指数 美回指数 也有个急速回落 那如果用美回指数 大家一直都有留意 都会知道 如果失守之前105、106 这些水平 其实是会比较 就是会对投资气氛 会失惠 尤其是美元 非美元以外 是的 那些资产有机会会向好的 是的 在这个角度下 大家可能在一个短期的气氛炒作上 就会很紧张 就是说 究竟是否因为减息预期 令到市场气氛继续好 我经常都觉得这段时间 尤其是过去这两季 其实很明显 我们经常都说 美股的格局 是基本面不是差 是一个见底回升的迹象 是的 即是说企业盈利 或者企业的质素 是见底回升的 所以 是不是一定 只靠减息预期 或者加息预期也好 应该就 叫少少影响气氛 但你看到 不是真的那么重要的 是的 即是因为好的企业 他们已经的管理层 根本已经自己交到数 已经不是那么怕 现在这个比较 还是相对高利率的情况下 所以简单来说 你看着S&P500 就是无可厚非 刚刚最近这两个月 那个短期调整 就是曾经 我们不是说 就是前几个月的时候 估计 如果有机会回调 第一个就是保列口4900多 估计不到去到那里 就已经够了 是的 就是已经 再落了 是的 调整完成了 这个中期的整固 吸入机会 可能对于很多朋友 又觉得错失了 是的 但是 在当中有几个情景 我很快地回答你 就是说 美股 如果我们看着之前 在说 如何去做一些选股策略的话 其实我们看到相关 不要只是说我们的策略 就是类似的ETF的策略 其实都是已经比起 S&P500 比起美股 预先大概几天 甚至一个多星期 已经预先破了三月份的顶 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些好的基本面的公司 其实已经是趁着这段时间的 调整整固的时候 预先破了顶 其实对股市是一个利好的信号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仍然这样看着 美股 我觉得始终大选周期 理论上是会比较严 但是仍然维持中线的格局 我觉得逢第一级 因为基本面是见底回升 是的 还有如果你说 想到是否九月份 是否会减息 可能对于 之前 又在做定期的朋友 可能会叹剔一些 是的 因为你刚好连港股也升了 你突然看到 那种所谓的升 你就会觉得 你原本在做定期很尴尬 疏了 是的 但是 究竟九月份 是否会减息这件事情 其实 我只会讲讲 当时间越后 减息的机会 机会是越大的 原因 除了刚才说的CPI 那些数据之外 就是因为 美国的劳动市场 你说如果这段时间 我们要看着美股的 就不是劳动市场 突然失速得很厉害 但是 要好像之前那样 给大家看到 就是initial claims 就是首次 首次新领 那些的情况 是开始有少少变差 是的 那少少变差 好了 不要大幅变差 这样就对于气氛 就更加容易反映 基本面 嗯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是你说 可能美股会低一点 但是当然 还是一个中长线 看好的格局的话 我们美股的 在减股方面 有没有什么转变 因为之前 其实就算 热炒过的AI困 或者一些比较强的股 或者一些比较强的股 经过调整之后 有些都已经又再上回来 又挨近个位 我们继续去选择一些 就是那个小好的股份 去辟住这些股 还是去选择一些 有没有一些相对落后的股份 我相信小好的股份 就是当然有基本面配合的 我觉得可以继续看好的 是的 你说当中有没有一些 就是 几个东西留意到 刚才你提到的晶片版块 之前不是说 如果要看着 今次美股 是不是调整完成的 其中一个例子 就是拿着SMH 那只晶片股 就是 环球的晶片股为例 去做一个参考 那一刻 当然 如果用量度跌幅 那些真的不像这么快到的 但是 其实在过去这段时间 其实 我会这样说 资金其实在给我们两个讯号 一 就是来拿着SMH为例 那时候就是 你如果去上破颈线 大概 可能大概220元 多些 如果你上破 其实你不应该 再特别看美股 那你现在看到 它已经走上去 这个是代表 大家 资金不是去到很悲观的 那当中 当然 第二个讯息 我们看到 如果不算昨晚的情况之前 其实我们会看到 其实市场的资金 是很理性的 因为 你回想过去 一个多月前 其实市场在选择 在这个版法里面 那就是 只是去选择一些 相对的 估值 吸引一点 基本面不差的 那其实用那次的教学为例 就是分享为例 那其实就已经是 你看到NVIDIA 和TSM 是好一点的 那你见到 其实如果过去一个多月 资金真的 一选择 选择什么呢? 就是选择了那两个先 那当然 之后你就突然 过去这两天 就开始有更加多的 气氛好的消息出来 例如 ARISTA 很久没有提过 ANET 是吧 是吧 其实我想说的 就是格局是没有变 就是 其实那个Demand是大 你看着 就算之前说回落的时候 也有个 TSM都告诉大家 其实那个 需求面不差 是的 尤其是原本有个 China Discount 那个Factor 这几个月没有了 这几个星期没有了 大家觉得 反而就很难 主持人 就是这几个星期 词 是 一天 词 那些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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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